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放掌 我们昨天刚从上海回来 前天到我们牢上家乡 给他的祖父母 带一些东西去扫墓 念佛回向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感应评会篇节奥 第十三条 我们今天接下来第十四 有书经所在 做善将之百祥 做不善将之百样 师永上地见观 理在人事得失 春秋事件在前 报书以后 六经所在 经言感应之说 那么这一条 就是引用书经所记载的 做善将之百祥 做不善将之百秧 那么在 师永上地见观 这个诗经 这个永是歌永 诗经 诗可以永唱的 那么在 这个上面 也讲到 上帝建观 监察的仪式 那么礼记啊 礼啊 记载啊 人事的得失 那么春秋 这个事件啊 在前 报书啊 以后 这个六经所记载的 都是讲感应 所以 这个引用啊 这个六经啊 那么再来 解释这个感应篇 不但感应篇 讲感应啊 六经多讲感应 都是讲感应 那么在 二十五时啊 这个历史的记载 都是讲感应 因果报应啊 这一种事情 所以 无非不是感应 那么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么这个是 自然的规律啊 就是这样的 也不是什么人去设定的 因果报应啊 法尔如是啊 那么春秋 记载的 也都是这些人事 春秋 记事啊 上书记元啊 又死记事 左死记元 就是 这叫春秋 记载这些人事啊 得失 人啊 怎么 他怎么做法 他的思想 原理行为 他所做的 那么 做出来的事情啊 那么 对 或者不对 就是根据啊 根据啊 实际上的事实啊 把它记载 那么 有好 有不好啊 那么这个叫 事 那么上书 记元啊 就是说 这个 左死 记元啊 这个言论 你讲话 你都会被记录 那么 古代这个 用这个来 左死 右死 来 记事 那现在像这个录像啊 那这个比那个 左死 右死 更详细了 那个 做事啊 这个 你看我们立法院打架 那个录下来啊 那比那个 春秋那个啊 就更具体了 还可以重播 放出来看 那讲话呢 讲什么话 也都被录下来 那么录下来这些啊 都变成 一个记录了 那么记录呢 就是说 他这个人怎么做的 那结果是怎么样 那他怎么说的 那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 那一句话讲错了 那 招来很多的 这个 批评啦 所谓啊 一言兴邦 一言上邦啦 所以啊 那这些都是讲感应 那所以 这条 也就是讲 不但感应篇 讲感应 这个六经都讲感应 那么这个也是给 儒家 读书人啊 他们能够 儒跟道啊 能够融会贯同 就是避免了 落于 门户之见 只要啦 道理讲的一样 那谁讲的 哪一个宗教讲的 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谓 意义不意义 那我们要从这样来看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还要赶时间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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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